Azada 胯磯 這是我的第一套衣服 也是我今天穿過來的 是Prada的披風 它這個真的很寬鬆 在我剛開始懷孕的時候開始穿了 而且它是防水的喔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這三套都是衣服的 你可以加上這件外套 這雙鞋是我在Nike買的 然後看了很喜歡 這一件其實它這個是背面 但是我把它穿成正面 我覺得正面這樣子比較好看 HISU這一件呢 油比較緊了 我還蠻喜歡的喔 這一件是我之前在Sendro買的 它們兩個都是那種糖果色的感覺 這樣子 配個包包 休閒型的這種長梯的話 建議就是外面可以配這種 就是外面比較寬鬆的 裡面是緊的外面是寬鬆的 配起來就很好看 其實就是你在家裡的這幾件衣服 都可以拿來交叉配 你就有超多套搭配了 我穿這個這件外套 配上這些衣服的時候 如果我把扣子扣起來 一開始大家都沒有發現我是孕婦 它蠻長度的 是我們在比較相似的Category 是比較像這種Oversize的帽T 那這種Oversize的帽T呢 你可能有另一個方便就是會曝光 裡面呢 你要搭配這種孕婦穿的這種褲子 這個東西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腰圍來做調節 前面的腰圍是做成這樣子 才不會壓肚子 那這件我會就是買來穿內搭 或者是拿來運動用這樣子 OK 好喘喔 換褲子超喘的 只要穿起來就是這樣子 它像這種帽T的呢 我就可以搭這個後背包了 好 這一件是Prada的披風大衣 它這件也是還蠻Oversize的 這是我平常穿的黑色的那一件 我忘記今天忘記帶來了 那平常我比較常穿黑色那件 或者是我就直接不穿了 因為 懷孕的時候真的太熱了 再來呢 我之前買裙子的時候 很多這種內襯的 怎麼講 它是內襯的有點小長洋裝啦 當然有長的有短的 但是我拿最長的 因為懷孕的時候真的所有東西就會變成短裙 迷你裙這樣子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最長的 這個我會例如說你可以拿 很多這種不同顏色的衣服 然後外面再搭配一種 這樣子 它是比較寬鬆的那種 外套式的 可以變成一整件 它是兩穿的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做變化 因為我比較常穿的就是那四雙 你知道 孕婦就是要穿鞋子的時候 其實很不方便 我覺得說 不想要再 就是在穿鞋子的時候 我就會穿這種的 袋子往後撥一下就好了 那如果覺得就是 脖子有點空 就可以配這個領巾 然後這個包包我一直都蠻喜歡的 是因為它的容量出乎意料的大 一樣就是我帶相機啊 帶什麼的話 這個包包一定裝得下 變成為一個很美的一個相機包 然後這一件呢 就是剛剛跟剛剛那個 其實很像很像 只是它的排扣是不能解開的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一套 那這一套我工作的時候 非常常穿喔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清透涼 你穿的時候真的是太涼太舒服了 所以它也是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實穿的一件衣服 像這種濕橘的有沒有 這種彩橘 這一個就是非常的百搭的裙子 這裙子是我在Pinkoi上面買的 它是一個獨一設計師 它的版型其實很寬鬆 其實我現在真的肚子真的蠻大的 正面其實就是 看不太出來是孕婦我覺得 是一個天而是一個 跟我相夕的 誰是個小時候 by bwd6